10日5日,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段偶遇全红蝉坐飞机回北京的视频,引起网友关注。 视频中的全红蝉打扮朴素,戴着黑色帽子和口罩,穿着队里统一的运动衣和蓝色外套,和师兄队员们一起回到北京。 飞机上,全红蝉回归16岁孩子的本性,拿着平板打起了游戏。 全妹私底下爱打吃鸡游戏是出了名的。 早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一站成名时,她接受媒体采访就曾透露过自己平时最喜欢打游戏,不过由于是未成年,所以每天只能玩一个小时。 她还曾在自己的社交账号晒出游戏角色的皮肤套装,竟显小孩子心性,特别可爱。 飞机上,全妹除了打游戏,还拿起飞机上的报纸仔细阅读,看来她也是个爱学习爱读书的好宝宝了。 下飞机时,偶遇全红蝉的网友就走在她身后,亲眼目睹了全妹一整个书包沉甸甸的乌龟。 走在人群中,这一整书包的乌龟特别吸睛亮眼,很难不让人注意到。 也难怪有网友调侃,全妹这趟去杭州,不仅拿了两块金牌,还去尽了一书包的货。 更有人笑称,全妹妹的包肯定丢不了,贼都不敢偷,因为全国人民一看就知道是全红蝉的。 一路上,她和师兄说笑打闹,特别活泼可爱。 当天,还有其他网友也在机场偶遇全红蝉坐飞机。 她一个人推着两个大大的行李箱,自食其力,小小年纪不仅成就惊人,还很会照顾自己,为她点赞。 值得一提的是,全红蝉此次回京坐的飞机是普通的经济舱,并没有因为获得冠军举国文明就耍大牌或者要求特殊待遇。 此前,还有网友在全妹坐车覆盘跳水比赛的视频中,发现她手上戴着的,是和郭晶晶一样的同款电话线皮筋,价值一元一根。 朴素的生活作风令人敬佩。 由网友发布视频的定位可知,全红蝉当天乘坐的是杭州飞往北京的班机,这也透露出两个讯号。 第一,全妹比完赛后没有假期,回不了老家,已经回到队里,紧锣密鼓,准备巴黎奥运会了。 全红蝉夺冠后,她的家人特别高兴,远在广东老家的妈妈喜极而泣。 想必此时的她们一定十分想念女儿,全妹不能回老家和家人团聚,共同分享喜悦,也是很令人遗憾。 第二,全妹回到北京,几乎可以确认大家在亚运会的闭幕室上,看不到她的身影了。 不过,未来还有更高的山峰等待着妹妹攀爬,今日的遗憾都是为了将来的辉煌。 期待明年巴黎奥运,全红蝉再创佳季,为国争光。